二十多戶的居民 不过是一度传出是还有人 是受困在里面 也因此当时殉职的两名消防人员 是再度的背起氧气瓶 进到里面的火场 要来进行这个人员的搜救 不过不幸的是 他们因为氧气瓶 因为就是缺氧的一个情况 也因此他们最后是发现 是倒卧在二楼的这个现场的梯间 那么根据了解 两人那个原本是从八楼开始搜索 后来发现是因为氧气不足 到达二楼的时候 用无线电求救 但因为当下是没有告知身份 也无法确认地点 也因此呢 在清点比对之后才确认身份 但是事后同仁进到火场里面 却发现两个人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那么不料在凌晨一点四十六分 还有一点五十五分的时候 是宣告急救无效 现场呢目前是没有传出 还有其他的住户伤亡 不过整起的火警意外呢 还有在今天早上七点的时候 火调人员会进到里面来 厘清整个火警的状况 究竟是为何 而不过我们根据了解 现场就是一共有四栋 其中是这个株栋的一个状况 是有两百二十六人 目前还是一个受困的情况 因此呢因为现场是因为有断电的情形 所以住户都没有办法搭电梯下楼 所以这个救护人员呢 是出动云梯车 要将每一层的住户呢 给逐一的救下来 稍早呢是有传出 是有六十六人 是已经平安的下来了 持续会为您带大家 继续掌握最新情况